张晓云 有本事让你爸妈来找我 你爸妈在我面前 也是唯唯诺诺的 我当着他们面收拾你 他们也只能老老实实看着 你这个死老太婆 我爸妈怕你 我可不怕 我已经报警了 给你端洗脚水 已经很尊敬你了 你还让我给你洗脚搓脚灰 你真把自己当太后了 我不愿意你就推我 有你这么霸道的吗 我就轻轻推了你一下 你还敢报警 你住的可是我的房子 在我的地盘上还敢放肆 你现在就撤销报警 不然我就把你赶出我的房子 让你无家可归 我不用你赶 我从今天就搬出去了 我不和你在一起住了 什么 婆婆突然压火了 她能拿你儿媳的就是房子 现在儿媳要搬走 婆婆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最终警察叔叔上门 把婆婆教育了一顿 而小云也离开了家 几个小时后 妈 我老婆去哪了 我打电话也没接 发信息也没回 儿子 你老婆现在可出息得很呢 找警察同志 把我教育了一顿 现在已经搬出去住了 这样的老婆 你还要她干什么 赶紧和她离婚吧 我给你介绍更好的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警察都上门了 我最近不是脚气严重吗 脚痒的不行 就让她端盆水 给我洗脚搓脚 谁知道她直接说不搓 这可把我气坏了 简直不把我放在眼里 我就轻轻推了她一下 她就报警了 你说有她这么做儿媳妇的吗 妈 你这个脚气是传染的 你不知道吗 你让她搓什么 她是我老婆 又不是你的丫鬟 你提出这样过分的要求 她不同意也正常 再说了 就算她和你顶嘴 你也不能上手推她 这事你必须要给她道歉 我凭什么给她道歉啊 我推她又怎么了 我就是把她当成丫鬟一样的 她住着我的房子 我喜欢她干点活 不应该吗 难道白白养着她吗 妈 你这话就说错了 我们啥时候白白养着小云啊 家里的家务 都是小云做的 而且小云自己也在挣钱 她每天上班挺累的 下班又要做家务 我都心疼得不行 也就是小云是农村来的 从小能吃苦 换我都干不了那么多活 你对小云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每天都刁难她 这件事你一定要给她道歉 儿子 你在想什么呢 我是绝对不会给她道歉的 她干得再多我都看不上她 谁让她是农村来的 你一个月工资两万多 什么样的老婆找不到 非要和农村丫头结婚 我给你介绍了多少好姑娘 你以为你介绍的那些城里女孩 我没有接触吗 她们从小就被娇生惯养 家务从来都没有碰过 连饭都不会做 不对 我还高估她们了 她们是连碗都不会洗 你说这样的人 我娶回来干什么 她们消费还高 挣着五六千的工资 每个月消费都在上万 钱不够了就问家里要 等到结婚以后就是问我要 这样的人怎么过日子 我想想都要窒息了 照你这样一说 确实是小云好一点 至少不乱花钱 还知道做家务 那你去把小云找回来吧 但是我不会给她道歉的 最多以后我对她好点 你不道歉 恐怕小云不会回来的 算了 我先给她打电话吧 浩宇说完 就拨通了小云的电话 老婆 你终于接电话了 我担心的不行 你现在在哪 我马上去接你 我不回去 我已经在外面租房子了 你妈又霸道又不讲理 你妈始终觉得我高攀你了 我和你离婚行了吧 你去找更好的吧 你就是最好的 我不会和你离婚的 你是和我过日子 又不是和我妈过日子 怎么不是和你妈过日子 我们天天住在一块 我天天都要面对你妈 她把我使唤过来 使唤过去 完全就是使唤丫鬟的态度 我在家里已经很自觉了 我下班回来 一刻都不敢闲着 家里的家务 都是我一个人在做 我付出了这么多 她还是掏我毛病 我真不知道我该怎么做了 我觉得不是我做得不好 是她本身就嫌弃我 我不管做得再好也没有用 我们住的房子是她的 她天天拿房子拿捏我 这样的日子 我不想过下去了 我真的太累了 以后不会了 我刚刚和我妈聊了 已经把她说通了 她以前一直想让我找城里姑娘 因为你是乡下来的 所以看不上你 但这次聊过以后 她觉得还是你好 她说以后会好好对你的 我不相信 你妈从来就是表面一套 背后一套 她看不起我已经深入骨髓了 老婆 你相信我 她知道自己错了 我让她给你道歉 妈 小辉现在已经不相信你了 你必须要给她道歉 我怎么可能给她道歉 我不要面子了吗 我今天要是向她低头 她以后不骑到我脖子上了 她今天要是不回来 就永远也不要回来了 住着我的房子 还毛病是多 她离家出走 就能把你拿捏住了吗 你能不能有点骨气 妈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小云都要和我离婚了 小云是个老实姑娘 她说离婚就真的是要离婚 她不会耍什么心眼 我要是听你的 再和她赌气 那我们的婚姻就真的走到尽头了 走到尽头就走到尽头了 城里的好姑娘多的是 她以为离了她 你就找不到媳妇了 她把自己想得太重要了 你不要惯着她 今天她用离婚拿捏你 让我给她道歉 明天是不是还拿离婚 让我给她倒洗脚水呢 你只要妥协一次 就有无数次等着你 我给你介绍了那么多女孩 我不相信 都是既不做家务 又乱花钱的人 小云就知道干个家务 你就觉得谁都不如她了 你知不知道 你娶了个乡下的老婆 我在街坊邻居面前 都抬不起头 他们表面上也夸小云能干 背地里不知道 怎么编排我呢 妈 你的道理简直太歪了 这个大房子你自己住吧 我搬出去和小云一起住 我实话告诉你吧 小云根本就没有拿捏我 也没有让你给她道歉的意思 我要是不知道小云的心思 我就被你误导了 小云现在就是想离婚 是我觉得 你应该给小云道歉 应该诚恳地表明态度 既然你不愿意 那我们以后分开住 我确实没有能力自己买房子 但租房子的钱我还是有的 王浩宇 你真是翅膀硬了 你要走就赶紧走 我一秒钟都不想再看到你 你以为外面租房子那么容易 一个月好几千块钱 等你们生活不下去的时候 不要哭着来求我 你放心吧 我们就算在南 也不会回来找你了 就这样 浩宇独自找小云和好 小云看到浩宇诚恳的态度 终于打消了离婚的念 两人幸福生活了两年 母亲却突然打来电话 儿子 今天我突然晕倒了 我去医院检查 医生说我年龄大了 身边必须要有人照顾 不然每天凑在房子里 都没人知道 你这两年都没有回来看我 你的心可真狠呀 你不知道我这两年有多想你 你带着小云回来住吧 妈 现在不是你说回去就能回去的 我和小云在外面住得好好的 两个人生活得也很幸福 只是我不能在小云面前提起你 只要一提起你 小云脸色立马就变了 可见她对你的怨气有多深 那我给小云道歉可以吗 以前是我做得太过分了 她是我的好儿媳 只是她也太记仇了 我是她的婆婆 说她几句 她也没必要记两年吧 不过只要你和小云回来住 以后我都顺着她 妈 这个我做不了主 你和小云说吧 如果小云愿意原谅你 那我就和小云一起回去 我把电话给小云 小云啊 以前是我这个做婆婆的不好 有时候对你说话有些重了 我在电话里郑重地给你道歉 你把心声放宽广一点 别往心里去 以后我们还是好婆媳 你就和浩宇一起回来住吧 不用了 我和我老公在这里住得挺好的 住你的房子我真的不习惯 张小云 你在拿什么架子 我都给你道歉了 你还要怎么样 你知不知道 现在要是没人照顾我 我随时可能会没命的 这就是你道歉的态度吗 你怎么样和我没有关系 我不会再回去住了 你当初怎么刁难我的 你都忘了吗 小云说完 就直接挂了电话 可是没想到第二天 婆婆就找上门来了 张小云 你不要给脸不要脸 我都给你认错了 你还要让我怎么样 你个乡下来的 凭什么挂我电话 凭什么不接我电话 你以为我找不到你是吧 我凭什么要接你的电话 电话是我的 我用选择不接的权利 你找到我又怎么样 就算找上门 我也还是不会回去住的 租房子住挺好的 起码我不用被当成丫鬟 不用对人呼来喝去的 以前我住在你的房子里 你说那是你的地盘 让我都要听你的 那现在这里是我的地盘 我请你离开我的房子 我不走 我都已经给你道歉了 你为什么还一直拿着架子 我现在身体这么差 医生说我随时都可能出事 身边必须要有人 不然什么时候 凑在房子里都不知道 我这样一个病人 在电话里都给你道歉两次了 你就是不肯原谅 我还是你的长辈 你就是这样对待长辈的吗 长辈要有长辈的样子 你问问自己 你有长辈的样子吗 你认错了 我就一定要原谅吗 认不认错是你的事 原不原谅是我的事 我现在选择不原谅 当初我住在你家里 你是怎么刁难我的 你的臭袜子臭鞋子 我忘给你洗了 你就直接扔到我头上 让我给你打洗脚水泡脚 还要让我用手 给你洗脚搓脚 你脚上有严重的脚气 你是想要我手传染上脚气吗 我平时不但要上班 还要干家里所有的家务 你看我家务干得太快了 就故意把墨汁撒得到处都是 沙发上 茶几上 壁毯上 我以为你是不小心撒上的 可是有一次 你和邻居说话的时候露线了 你说你就是不想看我闲着 去回家的媳妇就是拿来用的 我闲着 你就觉得媳妇取亏了 你这样的恶人 我本身就要离得远远的 现在好不容易出来租房子了 我怎么可能再回你家 你年龄大了 身体不好了 你想起来我了 我告诉你 晚了 你曾经做了那么多恶事 你不应该为你的行为买单吗 我从小的素质 让我不去报复你 已经是你的福气了 现在还想让我回家帮你 门都没有 你赶紧从我家出去吧 我已经报警了 你现在不走 就等着警察上门把你赶走 你不是最在乎面子吗 等会儿赶你出去的时候 你可是颜面尽失了 今天不管谁来 我都不会走 谁要赶我走 我就躺在地上 我可是有心脏病 谁要是对我用墙的 我到时候心脏病犯了 我看他担待得起吗 我让你和我回去住也是好心 我以后不会再把你当丫鬟了 我不会再刁难你了 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 也没有力气刁难你了 你在外面租房子 一个月两三千 两年就是四五万 你住在我房子里 省下这四五万不好吗 我那是一百多平的大房子 现在就我自己住在里面 空空荡荡的 自己有房子 你不回来住 非要在外面住什么 你问我在外面住什么 当初可是你把我赶出来的 而且是一生气 就要赶我一次 自以为有房子 就可以好好拿捏我 我现在不住你房子了 我看你还怎么拿捏我 你不用在这里软磨硬泡 不管你怎么说 我是绝对不会回去的 你的表面一套 背后一套 我领教的不少 我自认为顽心眼这方面 不是你的对手 我惹不起你 我还躲不起你吗 在外面租房子 虽然很花钱 但起码买了一个心安 我不用天天对你拿捏 不用天天对你呼来喝去 我出来租房子这两年 感觉到很轻松 原来生活是可以这样轻松的 和你生活在一起的那种压抑 我再也不想体会了 所以我是不可能再回你家住的 你就别赖在我家了 可以吗 你不是最在乎面子的吗 我这样赶你 你还不走 张晓云 你要是不愿意回去 那你就让我儿子回去 我现在身体成这样了 我儿子必须在我的身边 我不知道你说的什么花言巧语 让我儿子跟你一起离家粗走 还说什么你不回去 他就不回去 他简直一点骨气都没有了 我没有拦着你儿子 不让他回去住 是你儿子自己选择出来和我住 不可能 我儿子是个特别孝顺的人 肯定是你和他说什么了 他才这样对我的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 你凭什么霸着我儿子 你不孝顺我就算了 还让我儿子也不孝顺我 我生病了 我儿子都没去看我 真的让我太心寒了 这个点 你儿子也应该快下班了 等他下班了以后 你倒面问问他 看我有没有说什么花言巧语 看我有没有说不让他孝顺你的话 看我有没有拦着他不让他回去 你儿子以前确实很孝顺 谁要说他母亲一句不好 他立马就要跟谁翻脸 但他后来变成这样 也是因为你 是你自己做事太过分 你儿子都看不过去了 他在孝顺 也知道判断是非对错 你当初那么刁难我 你儿子也和你说过很多次 可你都是假装答应 后面该怎么做 还是怎么做 你儿子为此也头疼了很久 找你谈心都不下五次 可你始终不改 永远是在你儿子面前一套 你儿子上班走了 你又是另外一副嘴脸 你当你儿子是傻瓜吗 还是觉得我是乡下来的 你怎么容忍我 我都不敢反抗 我确实没想到 你个乡下人胆子竟然那么大 不但敢和我顶嘴 还把我儿子拐跑了 早知道是这样子 我当初怎么样 也不会让我儿子娶你 我真的是太后悔了 不过你别以为我 拿你没办法了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 你到底回不回来住 你就是再问一百次 一千次 我的答案都是一样 我是不会再回你房子住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至于你儿子回不回去 我管不着 我不会干涉 你儿子的任何决定 你不用解释那么多 既然你不回去照顾我 那我一定会让我儿子 和你离婚的 我哪怕让他打光棍 也不和你这个恶人在一起 你不回去照顾我 我就让我儿子回去照顾 就在这时 儿子下班回来了 妈 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 儿子 你真的不认我这个妈了吗 你知道我现在过得多苦吗 我一个人生活 孤苦伶仃的 生病了都没有人给我做饭 一百多平的房子里 就只有我一个人 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现在晚上 我也越来越害怕 我年龄越来越大了 胆子就越来越小了 你快回去和我一起住吧 妈 你说这一切怪谁 当初我和小云 都在家里住时候 你过得多幸福啊 有人洗衣做饭 有人打扫房子 你每天只管看看电视喝喝茶 我真的不明白 你对小云有什么不满意 等小云走了 你知道小云的好了 现在来道歉都晚了 是你亲手毁了自己的幸福 小云态度很坚决 就是不愿意回去住 他不愿意回去住 你就和他离婚呀 儿子 我现在必须要人照顾 他要是不回来照顾我 就要你回来照顾我 不然我怎么办呀 医生说我随时都有昏倒的风险 身边是离不开人的 我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 到了我现在需要你的时候 你就把我扔下不管了吗 妈 本来没有人不管你 是你自己把照顾你的人都赶走了 是你觉得你自己生活也可以 你现在知道自己不行了 就想把人找回去 不是谁都在原地等着你 如果我没有结婚 我现在肯定回去照顾你 可现在我真没办法去照顾你 我是不会和小云离婚的 小云就是一个乡下丫头 你和他离婚了 你能找到更好的 我以母亲的名义命令你 你必须和他离婚 妈 你简直太自私了 我现在婚姻这么幸福 你就为了一起私欲 要拆散我的婚姻 我不会和小云离婚的 你没有权利这样命令我 你等着 你不回去照顾我 我就去告你 我告你不善良老人 母亲说完 就怒气冲冲地离开了 之后她就找到了自己女儿 女儿 我要起诉你哥和你嫂子 但我对起诉这一块一窍不通 你老公刚好是做律师的 你赶紧让他帮我起诉 妈 发生了什么事 你怎么要起诉我哥和嫂子啊 还有 你女婿有多烦你 你又不是不知道 她都不想和你说话 怎么可能帮你起诉呢 你和我哥到底怎么回事 我哥和我嫂子为什么搬出去 你们以前过得不是很幸福吗 还不是因为当初 我让你嫂子给我洗脚搓脚 你嫂子不愿意 我就推了他一下 就因为这一件小事 你嫂子就搬了出去 乡下人就是事多 而你哥也是个软骨头 害怕你嫂子和他离婚 也跟着搬了出去了 要是以前他们搬出去就搬出去了 我不在乎 但现在我身体不好 需要人照顾 我就想让他们搬回来 谁知道他们死活不愿意 尤其是你那个嫂子 简直油言不尽 我做婆婆的都给她道歉了 她还端着架子说我把她当丫鬟了 我就算把她当丫鬟又怎么了 乡下人到了城里 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所以我一定要好好制止她 能不能起诉让她坐牢 我哥和我嫂子也太不孝顺了吧 但是起诉这件事要慎重 开工没有回头见 这可是特别得罪人的事 尤其都是一家人 我要是起诉我哥 我和我哥以后就老死不相往来了 女儿 你怕什么呀 你把责任都往我身上推就行了 你就说都是我让你去起诉的 再说了 你跟你哥那个软骨头 有什么好来往的 他什么都听你嫂子的 我都不想认他这个儿子了 你最好也和他断绝兄妹关系 妈 话不是你这样说的 我就这么一个亲哥 你不在了 他就是我最亲的人了 这样吧 我先去找我哥聊一聊 能不伤和气地解决最好 后面再说起诉的事 就这样 小姑子来到了哥哥家 哥 你老婆不在正好 要不然我都忍不住收拾她 用鞋底子好好抽她的脸 你以前是最孝顺咱妈的 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 你老婆说什么你就听什么 她让你不孝顺咱妈 你就不孝顺了 她就是一个乡下人 你那么怕她干什么 你把咱妈都气成什么样子了 她都要起诉你了 那就让她起诉吧 你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你就在这批判我 批判你嫂子 你怎么和妈一样 看不起乡下人了 你嫂子是从乡下来的 又怎么了 她凭自己的本事 考上名牌大学 不比城里的任何人差 甚至比我们都要强 我们从小可以无忧无虑地上学 但你嫂子呢 她是一边干农活 一边上学 现在走到这一步 有多不容易 她就是家庭条件不好 至于被你们这样看不起吗 你觉得你比你嫂子强吗 她现在工作不比你差 人卖圈子比你还广 你有什么看不起她的 一天天的 不要太有优越感了 哥 不是我有优越感 就凭她不孝顺这一点 我就看不起她 她不管其他方面再怎么好 我都还是看不起她 你怎么就知道 你嫂子不孝顺 说实话 我没有见过 比你嫂子更孝顺的人了 你嫂子一边上班 一边包揽了家里所有的家务 逢年过节 还都给咱妈准备礼物 可咱妈就是看不起乡下人 用有色眼镜看你嫂子 始终觉得你嫂子不好 是咱妈太难缠了 你知道吗 你知道咱妈过的是什么日子吗 她家务活从来不碰一个手指头 就在这时 小云下班回来了 哎呀 嫂子 你回来了 我来得匆忙 也没给你们带点水果啥的 你喜欢吃什么水果 我看楼下就有水果店 我现在去买上一点 不用了 都是一家人还客气什么 你好不容易来一次 也不打声招呼 我好准备饭菜 不过现在家里也有菜 你和你哥那么久没见 应该有很多话聊吧 我先去给你们做饭 老婆 先别着急做饭 小妹 你刚刚不是要拿鞋底子抽 哥 你胡说什么呢 嫂子 我是准备给你买双鞋子 想问问你是多大的脚 我们公司新到了一批鞋 鞋底子质量特别好 不用了 千万别给我买 我的鞋子太多了 还有好几双新鞋 棒棒还没穿呢 你的心意嫂子领了 我先去做饭了 不耽误你们说话 老婆 我们聊的事和你有关 你坐下来一起吧 先不做饭了 待会我们出去吃也行 嫂子 其实我这次来 就是想解决妈养老的问题 我知道你不待见我妈 也是她做得太过分了 不过我妈以前不管做得再不对 她现在已经老了 需要人照顾 她现在经常会晕倒 医生说她身边必须要有人 你们就帮回去和我妈一起住吧 小妹 这个事就不用说了 我是不可能帮回去和你妈住的 我和她已经水火不容了 但我也不是真的绝情 你哥要想回去照顾 我不拦着 小妹 我和你说实话吧 我也是被咱妈赶出来的 她太强势了 她把你嫂子当丫鬟 甚至当成仆人一样 我去和她聊 她不但不听我的 还说我是软骨头 仗着自己有一套房子 拿捏我和你嫂子 好像我们出去就没有地方住了一样 你说她身体好着的时候 硬生生把我们赶出来 等到现在身体不行了 又要让我们回去照顾她 把我们当成什么了 我们是忽质责来挥质责去的吗 那这件事总要解决吧 妈也必须要有人照顾她 妈就我们这一儿一女 哥 妈以前确实强势 但她现在身体不行了 需要你们了 就不会像以前那样难缠了 你简直太小看咱妈了 那你把妈接回去住一个月 你能和她相处一个月 我就算你厉害 你要是能和她相处三个月 我哪怕和你嫂子离婚 也会回去给她养老 寸步不离地照顾她 以后都不用你操心 哥 这可是你说的 我要是把妈接回去照顾三个月 你真能给妈养老 千真万确 你要不相信 我现在就可以给你立字举 但是咱们先说好 你要把妈接到你家里照顾 施助都要在一起 不要雇个保姆就不管了 要是那样的话 我可不认账 没问题 我不会雇保姆的 照顾自己母亲而已 有那么难吗 我就把妈接过去住三个月 我就不相信妈有这么难相处 如果我能做到 你可别忘了你说的话 以后你就要给妈好好养老 就这样 小妹把母亲接到自己家去了 可是还没到一个月 哥哥就接到了妹妹的电话 哥 不好了不好了 我老公向法院起诉了 要和我离婚 都是因为咱妈没事找事 你快把咱妈接走吧 不然我的家就没了 小妹 不至于那么严重吧 哥 你快救救我吧 求你过来把妈带走吧 她赖着我家不走 我老公都已经起诉离婚了 她不走 你们可以把她赶走呀 那里又不是她的家 就是因为赶不走呀 我现在终于知道 我妈有多难产了 我妈有心脏病 她往地上一躺 谁也不敢动她 我们就算报警也解决不了 谁都怕担责任 谁动了她 万一出了什么事 那她可就要赖上水了 我老公已经在单位住一个星期了 今天她要回来给我送离婚协议书 哥 我想在我老公回来之前 你和嫂子把我妈接走 我老公回来 看到我妈已经走了 估计气就可以消一大半了 也就不会再说离婚的事了 她主要是生我妈的气 小妹 你先别急 我们现在就趟过去 几个小时后 哥哥和嫂子来到了妹妹家 家里是不是有人来了 你们谁来都没有用 我就住在这里不走了 这是我女儿的家 我女儿有给我养老的义务 妈 我不是不给你养老 但你能不能先走一段时间 你女婿都要和我离婚了 就是因为你天天没事找事 你难道想拆散我的婚姻吗 你如果还认我这个女儿 你就先离开 我和我老公先缓和一下关系 不行 等你们缓和了关系 你们就不管我了 别以为我是傻瓜 我才不走了 再说了 我是一个病人 为什么让我来回折腾 你老公要和你离婚 你就和他离婚 你老公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给他说话 他都不理 天天对我横鼻子竖眼的 这样不知道尊敬老人的人 本身人品就有问题 你还和他过什么 赶紧和他离婚 一个人过也比和他过强 你老公要是不在家里 我在家里待得还舒坦一点 他要是在家里 搞得我都不敢大声说话 让我压抑得不行 我年龄大了 可受不了这样的罪 妈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老公本来就烦你 你来之前 我就告诉你了 让你尽量少和他说话 结果你还让我老公 给你倒洗脚水 我让他倒洗脚水怎么了 那我身体本来就虚弱 端不动洗脚水 当初我不但让你嫂子 端洗脚水 还要让你嫂子 给我洗脚搓脚呢 让你老公端个洗脚水 就不行了 我给他说话 他就当没听到一样 太不尊重人了 起码硬答一下 说这会儿没时间也行啊 但他做到那一声不吭 是什么意思啊 当我是空气吗 把我气得在房子里 大喊大叫 嗓子都吼哑了 他还是不理我 你找人来评评理 这到底是谁的错 我本来身体就虚弱 等我大喊大叫完了以后 身体就更虚了 我看他就是故意气我 盼不得我早点去世 哥 真的气死我了 你看妈就是这么不讲理 你快点想办法把他拉走 我和他好说歹说都不行 他都感觉不出来 别人烦他 还要只会别人伺候他 他要是好好的不找事 我老公也不会赶他走 也不会和我离婚 现在我老公就是拿他没办法 所以才要和我离婚 我老公准备离婚以后 把房子卖掉 想用这种方式摆脱我妈 可是这样一来 我的家就没了 而且我老公把这件事 都算在了我的头上 因为当初是我 让我妈住进来的 我真的好后悔呀 哥 你赶紧想办法把他带走了 小妹 你现在终于知道 你嫂子的感受了吧 现在这种情况 我也没有办法 你又不是不知道 咱妈有多强势 她也不可能听我的话 我也不可能把她 接到我的房子里去的 其实像咱妈这样的人 我是能离多远就离多远 你自己想一想 她现在还是住在你家里 都这样嚣张跋扈 当初我和你嫂子 可是住着她的房子 她天天拿房子拿捏我们 我们是什么样的感受 你嫂子把家里的家务 全部干完 又对她百般孝顺 就这样 她都能挑出你嫂子的毛病 你嫂子干完活想休息一会 她就在房子里泼墨汁 让你嫂子一刻都停不下来 当初你还指责我们不孝顺 现在知道我们 为什么搬出来住了吧 我们宁愿每年 多花四五万块钱 在外面租房子 都不愿意和她一起住 现在我也不可能把妈接走 到时候引火上身 我和你嫂子 好不容易才清静了两年 希望你理解我们 哥 咱妈自己有房子 你想办法让她回自己家也行 当初她把我嫂子赶出来 不是后悔了吗 她就想让你和我嫂子回去住 不如这样吧 你先假装答应她回去住 先让她离开我的家 我好让我老公回来 和我老公缓和关系 我老公现在天天都在单位住 家都不回了 我要是这样做 你觉得妈会不会赖上我 当初刁难你嫂子 赶走你嫂子的是她 结果后悔了 让我们回去的也是她 她不觉得自己做错了 让我们回 我们没有回 她就要起诉我和你嫂子 她有多强势可想而知 现在这样明摆着忽悠她的事 我可不敢做 到时候可是要出大事的 小妹 现在没有人可以赶走她 我们能做的就是静观其变 要不然这几天 你也不要回家了 去外面租个房子吧 婆婆就是想有人伺候她 到时候没有人伺候她 她可能也就不想待在这里了 嫂子 不行啊 我老公已经起诉离婚了 我等不了太长时间 如果我妈一直不走 那我的家就真的没了 就在这时 小姑子的老公回来了 老公 你可算是回来了 我会想办法让我妈离开的 你不要和我离婚好吗 你这几天回来住吧 单位连床都没有 今天趁着我哥哥嫂子都在 我们好好聊一聊 我们没有什么好说的 当初我就不同意让你妈住进来 但你说就只住三个月 三个月以后都有你哥给你妈养老 我才勉强同意的 可你看你妈住进来都干了什么 让我到洗脚水这些我都不说了 我最受不了的是 她早上四点多就起来了 在房间里哼着小曲 她还让不让我睡觉了 老年人绝少 我也知道 但她起来了以后 能不能安静一会 最后我实在没办法 只能去找你妈好好聊聊 结果你知道你妈说什么吗 她说她就是故意哼小曲的 就是故意把我吵醒的 你妈这是什么人呀 这简直就是天生的恶人 我问她为什么把我故意吵醒 她说因为我不尊重她 每天下班回来都没有和她打招呼 说都是你在伺候她 我没有伺候她 说我每天像大爷一样 回到家以后就等着你伺候我 我也没有什么活都不干吧 我下班以后虽然很累 但也经常拖地洗碗 不过这在你妈眼里就相当于没干活 她把我和你嫂子比 你嫂子就是每天下了班 还要承担家里所有家我 你妈觉得我不管在单位再累 回来都有力气干活 她就是这样 天天找不完的事 这日子还怎么过 有她在 我都没有办法工作 也没有办法生活了 妹夫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 但这件事和小静没有关系 你不能因为她母亲不好 你就要和她离婚呀 怎么没有关系 当初她不和我商量 就非要让她妈住进来 嫂子 你要现在能把我岳母接走 这个婚我就不离 要是接不走 这个婚我是离定了 离婚 离婚 赶紧离婚 我就不相信我女儿离了你 还过不了日子了 婆婆的火上浇油 彻底让小姑子婚姻走到了尽头 一个星期后 小姑子离了婚 房子也被卖掉 婆婆也终于从房子出来了 但是却又找到了小云 小云又该如何应对这个恶婆婆呢 我们下集说 上集说到 城市婆婆把乡下儿媳当鸭婚 不但让儿媳端洗脚水 还要让儿媳给她洗脚搓脚 儿媳最后选择离家出走 后来儿子也看不惯母亲的行径 选择和儿媳一起在外租房 两年后 婆婆生病 要求儿媳搬回去给她养老 儿子儿媳聚聚后 活婆就要起诉他们 小姑子知道后 也谴责哥哥嫂子不给母亲养老 最后就把母亲接回自己家照顾 谁知才一个月 小姑子就被母亲害得离婚了 张小云 你们现在就两个选择 一是回到我的房子照顾我 二是我跟着你们 住在你们的出租屋里 嫂子 不要答应她 活该没有人给她养老 前面我还可怜她 把她接到家里面养老 结果我好好的家 就让她给我毁了 妈 你还是赶紧走吧 这里不欢迎你 不欢迎我也没用 我今天可是找了社区的工作人员 他们一会儿就过来 我给你嫂子的这两个选择 也是社区工作人员给我出的主意 他们说我这都是正当需求 你嫂子必须要选择一个 不然我完全可以去起诉 到时候 他们会给我帮忙的 女儿 你和你老公离婚是迟早的事 你怎么能怪我呢 就因为我让她到洗脚水 这么小一件事 她就要把我赶出你家 这样的人根本不值得你托付啊 再说了 你现在是因为年轻漂亮 她才能和你踏实过日子 如果等到你人老猪黄了 她迟早要和你离婚的 你胡说八道 我老公是什么人我很清楚 你在背后做了多少小动作 我也清楚 你早上四点钟起床 在房子里搞出声响 让我老公睡不好觉 这还不算完 在我老公着急上班的时候 你故意把菜汤倒到她鞋子里 她的工作鞋一共就两双 一双前一天已经洗了 所以她只能穿着湿鞋子去上班 你这样的小动作还有很多 比如吃完水果不洗手 直接就用我老公 放在沙发上的衣服擦 我看到的都不下两次 还有更多我就不一一说了 你说你这样的行为 谁能受得了 赶你又赶不走 我老公实在没办法 就只能住在单位里 可是单位连床都没有啊 她就那样住了两个星期 我老公都快崩溃了 那是她自己活该 谁让她不尊重我的 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 离婚以后 你是不是净身出户了 你们结婚三年了 她都不在房本上加你名字 这是真的爱你吗 我看她已经做好了离婚的打算 只是借着这个机会离婚罢了 我原本以为离婚了 她会把房子留给你 那样你还能给我养老 结果你自己都没地方住了 你说你是咋混的 别人离婚了都是有房有车 你这离婚了连一根毛都没有捞到 我早都跟你说过 趁着你们感情好的时候 把房子车子都捞到自己手上 你不听我的 现在好了吧 年龄大了不说 还是个离过婚的 我有你这样的女儿 我都嫌丢人 谁告诉你 我是净身出户的 我老公虽然没有把房子给我 但他给我留了三十万 关键是我凭什么要他的房子 房子是婚前他爸妈给他买的 我结婚的时候 你一分钱的赔价都没有给 还问我老公要五十万的彩礼 我老公实在拿不出来 最后给了三十万 就这样 你还嫌弃我老公穷孙 把他贬得一文不值 结婚以后 你还想让我把房子和车 全都扒在手上 你没脸没皮 我还是要脸的 像你这样做人做事 终究不会有好下场 我看到时候谁会给你养老 我才不怕没人给我养老了 法律规定 子女必须给父母养老 你们敢不给我养老 那就是犯法 哈哈 我听到社区的人已经上楼了 等社区的人来了 你嫂子就要让我进门 好好伺候我 你嫂子就算再不喜欢我 又能怎么样 他还是要给我养老 哎呀 社区同志 你来了 阿姨你好 这就是你儿子家吗 你说你现在病了 需要你儿子儿媳照顾 是啊 我属于慢性病 身体比较虚弱 洗衣做饭这些都干不了 非常需要有人在身边伺候我 这就是我儿媳小云 还有一个是我女儿 我女儿有点丢人现眼了 她刚离婚 被她老公赶出来了 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不提她了 我说说我儿媳吧 我儿媳其实是个挺好的姑娘 乡下来的 特别能干活 家里的家务都不用我操心 但是她就是心眼太小了 稍微说她两句 她就不愿意了 你说我是做婆婆的 说她两句不是很正常吗 她就离家出走了 现在这是她租的房子 一年白白扔出去好几万 我那个房子空着 就我一个人住 她要是和我住一起 这几万块钱不就省下来了吗 可能乡下人心眼都不大 她到现在都生我的气 我找你们过来 也是想和她缓和关系 以前的恩恩怨怨都过去了 我也不想再追究了 甚至我都可以给她道歉 我现在想和她处好婆媳关系 我都已经是黄土埋到脖子的人了 还有什么看不开的 你婆婆叫你小云 那我就也叫你小云吧 你看你婆婆都先给你道歉了 你也不要一直念着她的不好了 按理来说 你和你老公是要给她养老的 不然到哪里都说不通 她现在这么大年纪了 身边没有人怎么行 对了 你老公人去哪了 你先让你婆婆进屋再说 我老公去上班还没回来 大哥 我不能让我婆婆进去 你不知道我婆婆是表面一套 背后一套的 你看她现在说得挺好的 实际上背后要多坏有多坏 我旁边的是我小姑子 我婆婆的亲生女儿 她上个月把我婆婆接回家养老 这个月就离婚了 我婆婆不但没觉得自己错 反而还在旁边说风凉话 而我和我老公 本来也是和我婆婆生活在一起的 住的还是我婆婆的房子 可是现在我们宁愿出来租房子 都不愿意和她一起住 你可想而知 我没有多怕她 所以我绝对不能让她进屋 你可不要在这里胡说 你婆婆都这么大年纪了 身体又不好 她怎么可能影响那么大 我没有胡说 你要不信 那我就和你说说我家的事 自从我结婚以来 家里的家务活 我没有让我婆婆碰过一个指头 她动不动还要指挥我 让我帮她按个肩膀按个腿 这我觉得都是应该的 但我干了这么多活 她不念我的好 等我干完活 稍微空闲一点 她不是不小心把墨汁撒了 就是不小心把菜盘子打翻了 总之就不能看我闲着 她看我闲着她就难受 要让我一直干活 好 我再退一步 就算我一直干活 她还是不满意 话里话外 都是看不起我这个乡下人 就连我每天干的这些活 到了她嘴里 就变成了乡下人 有的是力气 就应该多干活 而且她一肚子坏水 天天想的 就是怎么整人 她的脚有严重的脚气 却非让我给她洗脚搓脚 她想让我的手也染上脚气 让我的手到时候起泡掉皮 我不愿意 她就拿婆婆的身份压我 说乡下人不懂得长幼尊卑不知道 尊敬长辈 万般无奈之下 我才选择搬出了婆婆家 在外面自己租房子 我甚至都已经做好了离婚的准备 好在我老公向着我这边 她也觉得 她妈的做法是有问题的 所以她也搬出来和我一起住 我们的婚姻才没有破裂 小云说完以后 小姑子也把自己的委屈说了出来 从婆婆半夜起床 打扰他们睡觉 一直说到婆婆 我们的老公协理倒菜汤 把社区工作人员听得都愣住了 他们也没有见过这样难缠的老人 阿姨 你这样的情况 你让我怎么说啊 这个事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调解的 你要把你的情况 如实地告诉我们 我们要出具体专门的调解方案 我今天还有其他事 我就先走了 社区人员说完刚要走 可就在这时 哎呀 不行了不行了 我的头好晕啊 我现在要先躺下来 小云 你快把我扶进去 把我抱到床上躺下 我要是有个什么意外 你可负不起这个责任 社区同志 你不能走 我现在都要晕倒了 我儿媳也不扶我进去 你不管管她吗 你要是这么不负责任 那我就要去社区找你们领导 让领导扣你工资 不对 扣工资都太轻了 你要不管她 我让你们领导开除你 阿姨 你怎么还赖上我了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只是过来调解 我也没有权利命令你儿媳啊 那你就留在这里调解 没调解好 你肯定不能走 你再看看我儿媳这副嘴脸 和我说话 从来都是拉个脸 真是穷伤恶水出刁民 乡下来的人不懂得感恩 张晓云 我以前 让你白白住我的房子 现在你都不知道照顾我吗 你必须扶我进去 要是我在你家门口出了事 这个责任 你担得起吗 活泼 你不要装了好吗 你面色红润 说话铿锵有力 根本就不像晕倒的样子 在楼道里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演戏 你害不害骚 别人不知道你 我还不知道你吗 你赶紧站起来 别在外面丢人了 别说你没有晕倒 你就是真晕倒了 我也是打120 把你送医院 想进我的房子门都没有 你以为我 还是那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姑娘吗 让你指挥着 使劲掏力气做家务 你想怎么使唤 就怎么使唤 每次我不听你的话了 你就把事情闹得特别大 好像我不听你的话 情况会特别严重 我一害怕就都听你的了 那样的招数 用一遍两遍好使 用多了我只会觉得可笑 你看现在我还搭理你吗 你想坐在地上 就坐在地上 我随便你闹 你哪怕上房顶甚至上天 我都懒得管你 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 有本事你就真的晕倒 我打120 直接给你送医院 气死我了 真是气死我了 社区同志 你倒是说一句话呀 你过来是帮我的 结果来了都不吭声 你看我儿媳 对我有一点点的尊重吗 我看你就是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你们领导让你来 有什么用 让你来看我笑话的吗 你现在必须想办法 收拾我儿媳 让她接我进家里 还要好好伺候我 不然我是要给你领导告状的 当初我可是问你们领导了 你们领导亲口给我说 像我这种情况 我儿媳必须要照顾我 要么我住进她租的房子 要么她回我房子照顾我 结果呢 你来到这里以后 两个小丫头就把你吓着了 你这样还怎么处理问题呀 我现在身体是不好 我要身体好了的话 我自己都能收拾他们两个了 根本都不需要你帮助 你今天既然过来了 就要让他们给一个说法 是我住进她的房子里 还是她跟我回家照顾我 总之你要解决我的养老问题 不然你就不能走 阿姨 这件事本来就是你没理在先 你以前做了那么多 伤害你儿媳的事 现在你儿媳 不让你进房子 也是合情合理呀 再说了 你来寻求我们帮助 也没有把你的真实情况告诉我们 你只是说你儿子儿媳搬走 不给你养老 你也没有告诉我 你给你儿媳造成多大的麻烦 你做的那些事 可是差点让他们离婚了 你儿媳没找你麻烦都不错了 你还上门要求你儿媳给你养老 不为以前的过所道歉就算了 反而你态度还特别的强硬 你难道不觉得自己做得过分吗 你自己换位思考一下 你要是站在你儿媳的立场 你会不会答应这样无理的要求 我凭什么要换位思考 我是他婆婆 他就应该给我养老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明明就是我儿媳做错了 你竟然还反过来批评我 你们就是这样做事的吗 简直就是颠倒是非黑白 社区大哥 我婆婆要是懂得换位思考 就不会有今天的下场 她从来只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 错都是别人的 她从来都没有错 她做人极度自我 做事极度自私 什么时候只考虑自己过得舒服 从来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 婆婆 你落到今天的下场 全都是你自己自找的 原本你可以在家舒舒服服地 移养天年 我负责做所有家务 你就负责吃饭睡觉看电视 谁不羡慕你的生活 可你不满足 非要自己没事找事 张晓云 你赶紧把嘴巴给我闭上 轮得到你来教训我吗 你才是极度自私的人 为了逃避照顾我的责任 从家里搬出来 要是人人都像你这样 我们这些老了的人怎么办 社区同志 你倒是管管他呀 你让他闭上嘴 不要再说话了 你把他俩推开 让我进房子里面躺着 阿姨 现在这房子 是你儿媳自己租的 他不想让你进屋 一点毛病都没有 你说的这些要求 我都做不到 你找我们领导告状也没用 我做的这一切 都是合理合规的 反而我要是真的 按你说的做了 那我们领导 才真要开除我 今天就先这样吧 我还有事就先回去了 我看你赶走 我找你们领导 要是没用 那就是你们领导包庇你 那我就要投诉你们社区 你们领导是让你来解决问题的 不是让你制造事端的 你看到时候 领导不收拾你 阿姨 你这简直就是不讲道理了 我都是按流程办事 你为什么非要为难我呀 人是活的 流程是死的 到底是谁在为难谁 我现在还坐在 又冷又硬的地上呢 你来一趟 要解决我的问题才行 不然你来一趟 就只是走个行事 那要你有什么用 我现在我迫切地 我需要人伺候我 你赶紧给我想办法 要不然我就搬去你们社区养老 小云 不然你就把你婆婆接进去吧 她一直坐在地上 也不是事 容易着粮 毕竟她这么大年纪了 你为了她不给你长事 你就把锅甩给我吗 你说地上粮事吗 但是她明明可以不坐在地上的 她坐在地上 就是为了耍无赖 我如果答应让她进屋 你信不信她 马上就能自己站起来 小云正说着的时候 婆婆抖了一颊 突然躺了下去 小云 赶紧把我送去医院 我都不能动了 这回是真的 你是不是又在装 刚刚你还好好的 我没有装 我承认我前面是装的 但现在是真的 你快给我打医院电话 快点叫救护车 速度要快 我已经快呼吸不上来了 小云急忙拨通120 恨归恨 小云还是有良知的 她不可能眼睁睁看着婆婆出事 一个小时后 婆婆被抢救过来 你是病人的家属吧 你怎么照顾老人的 她身体本来就虚弱 坐在地上量气入体了 还好你电话打得及时 不然她就没命了 但这次量气入体 也牵动了她其他的病症 她胸腔里有两个地方的肿瘤要切除 手术费大概在60万左右 这个手术要不做的话 她会有生命危险 你们自己商量吧 如果要做手术就要趁早 不然拖的时间长了 手术难度更大 对病人来说也就越危险 医生说完就出去了 张晓云 我告诉你 这个手术是必须要做的 你不能有其他想法 还有 你和我儿子赶紧去筹钱 千万不能耽误我做手术 一定要在三天之内 把60万凑齐 你在做梦吧 我怎么可能给你拿钱 再说我也没有钱 你要是想做手术 你就把你住的那套房子 给卖了吧 不行 我不可能卖房子的 房子可是我的根本 你们没有钱就去借呀 去找银行贷款呀 我生病了可是大事 以前的恩怨都先放下 先给我筹钱做手术 这大白天的 你能不能不要做梦了 我是绝对不可能出一分钱的 儿媳妇 你说话不要这么肯定啊 我知道以前是我错了 是我嫌弃 你是乡下来的看不起你 但你这次要出了手术费 你就是我的恩人 我以后不但不会看不起你 还会特别尊敬你 你觉得你的尊敬 能值60万吗 我都说了 让你卖房子治病 你不愿意卖 那手术就别做了 我没时间在这里和你废话 我现在要回去了 不行 你不能走 我不可能卖房子 房子是我的根本 有这个房子 我才能算是大城市的人 你就去问朋友 问银行 建一下又怎么了 为什么一定要让我卖房子 你不卖就算了 手术你愿意做就做 不愿意做就算 和我有什么关系 就在这时 小妹走了进来 小妹 你来得正好 我是一秒钟 都不想看到你妈 我就先走了 张晓云 你不能走 你要是敢走 我有的是办法收拾你 不信你踏出这个病房试试 小云里都没理婆婆 直接就离开了 女儿 我都快不行了 你嫂子却不给我拿钱 这是要眼睁睁看着我去世啊 我没有见过这么恶毒的儿媳 我要让她付出代价 她以为自己牛的不行了 等我好了 我一定要好好收拾她 女儿 你快想办法 给我凑六十万手术费 我哪有办法凑到六十万 我就算是借也借不来六十万 妈 你要想治病 还是把房子卖了吧 身体是自己的 房子和钱财都是深爱之物 你说的好听 我现在就这一套房子了 我卖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女儿 其实这个钱应该你拿出来 你想一想 你哥和你嫂子这样对我 我百年之后 肯定是要把房子留给你的 你去帮我做个抵押 借出来六十万 后面你分期把抵押款还上 我现在就可以立遗嘱 以后把这个房子留给你 我这个房子可是价值一百多万 以后说不定还会涨价 这个房子拿到手 可比你辛辛苦苦干几十年 挣得多多 你上班十年 连十万块钱都存不下来吧 到时候拿到我这笔钱 你以后的生活都可以过舒舒服服的了 妈 我就算向银行借钱了 以我的工资也还不起啊 六十万就算让我十年还清 加上利息 一个月要还七八千 我的工资才五六千 我就算不吃不喝都还不起啊 不是我不愿意救你 是现实情况不允许 女儿 我说你是不是傻呀 你可以去找你哥要呀 让你哥也出一部分 你就告诉你哥 这个房子到时候他也有份 你想办法让他也拿钱 但是我告诉你 不管他拿不拿钱 这个房子我都是给你一个人的 因为我特别烦你嫂子那个人 你哥又是一个怕老婆的人 我把房子给你哥 就相当于是给你嫂子了 所以我绝对不会把房子分给你哥的 你找到你哥 让他拿三十万 你其实只用拿三十万出来 就能收获一个一百三十多万的房子 白白的一百多万 这样的好事你上哪去找 妈 这可是你说的 你到时候一定要把房子留给我一个人 我向你保证 你就放心吧 好 那我现在就去找我哥 就这样 小妹来到了哥哥家 嫂子 按理说手术费应该是我哥全拿的 因为我哥是家里的男孩 我是家里嫁出去的姑娘 现在我愿意和我哥摊这个手术费 我哥出四十万 我出二十万 总之要让我妈做上手术 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小妹 你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 你妈住到你家一个月 害得你老公和你离婚 你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现在还是 我和你哥好心 让你在这里暂住 你说 你再也不会管你妈的闲事 她以后怎么样 都和你无关 我说是这样说 但她毕竟是我妈呀 而且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我难道真忍心 看我妈去是吗 我是她亲女儿 人心都是肉掌的 哥 难道你就真忍心 不管母亲吗 小时候你生病的时候 咱妈有没有把你扔到那不管 有一次你半夜发烧 咱妈冒着大雨把你送去医院 我怎么不记得 她冒雨把我送到医院 我反而记得我在家感冒发烧 她还去外面打牌 饭点都不回来做饭 小时候的事 我虽然记不清了 但我知道 咱妈一直都非常自私 她怎么可能冒雨 把我送到医院 小妹 我怎么感觉你今天很不对啊 昨天你还生咱妈的气 她破坏了你的婚姻 你恨不得以后都不认她这个妈 她想借房子 让我和你嫂子给她养老 你甚至帮忙在门口堵着 不让妈进门 今天你的态度 怎么突然180度大转弯 是不是妈和你说什么了 或者给你承诺什么了 没有 她能给我承诺什么呀 我是看到妈生病了 我真的不忍心 你说她身体要是好好的 我不给她养老也没什么 但她的病情很严重 如果不做手术的话 可能一两年之内人就没了 而且每天都要被病痛折磨 我从小时候心就软 见不得这样的场面 哪怕陌生人被病痛折磨 我都很难受 更何况疼痛的人是我妈 我给我妈治病 是不想让自己后悔 哥 如果这一次你没有拿手术费 妈因为这个病去世了 你难道就不会后悔吗 良心不会受到谴责吗 你说的也对 如果因为没钱做手术 妈去世了 我真的会后悔 但是妈自己有房子 她明明可以卖房子做手术 为什么非要让我们拿钱 你说我们有钱就算了 但我们日子过得紧紧巴巴 每个月还在租房子过日子 这样的情况下 你让我怎么拿钱 我不是也没有房子 我不是照样拿钱了吗 为老人尽孝心 为什么要找那么多借口 哥 你看这样行吗 我们一人拿一半 我这边承担三十万 你再拿出来三十万就行了 不行 我替你哥回答了 我知道你妈给你承诺什么了 你妈现在唯一能给你的 就是房子 你妈是不是承诺 要把房子给你 让你来劝说你哥拿钱 我觉得八九不离时 就是这个情况 嫂子 你胡说什么 我是真心实意孝顺我妈 怎么到了你嘴里成了阴险狡诈的小人 你就是一己度人 你自己坏 你就觉得别人也坏 怪不得我妈看不起乡下人 乡下人确实不能伸交 一肚子坏水 你不愿意拿钱就算了 我让我哥拿钱关你什么事 气急败坏了是不是 你不觉得你有点上赶着给你妈错手术费吗 二十万块钱对你来说也不是小钱 以你现在的工资 就算专门存钱也要存上七年到八年年 你说你要拿出二十万块钱的时候 眼里没有任何心疼的神色 反而是兴奋 你妈做手术 你兴奋什么呀 做手术都是有风险的 下不来手术台也是有可能的 你要真是为你母亲好 你怎么可能眼里是兴奋 还有第二点 你看你哥不同意的时候 直接又说自己要承担三十万 我就想问一问 你凭什么这么积极 好像花的不是自己的钱一样 我什么时候兴奋了 你简直是挑拨离间 你不孝顺我妈就算了 你凭什么也不让我哥孝顺 你的真是心思太歹毒了 就在这时候 小云突然接到农村母亲的电话 说乡下的房子和农田被征收了 赔了五百多元 要给小云分上二百万 太好了 嫂子 你家差钱了 现在你不缺钱了 你可以拿钱出来 给妈做手术了吧 这样吧 我也会拿钱出来 我拿上五万出来 你拿五十五万 小妹 你这话怎么说得这么理所当然 这是我的钱 凭什么拿出来 给你妈做手术 别说我现在有二百万 就算我有一千万 也和她没有任何关系 嫂子 你说的什么话 你还算是人吗 哥 这样的人 你是怎么和她一块过日子的 现在和她离婚正式时候 你可以分到一百万 给妈做手术都绰绰有余了 听到妹妹这么说 哥哥又会如何选择了 我们下集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